这条数就是要我们尝试一下计算一个简单的绝对值 出来的结果是怎样的 以知的条件,我们有A是一个正数 A大过0,就是A是一个正数 B是一个负数,C也是 然后ABC距离0点的距离 会有以下的这些关系 要我们计算一下这条表达式的数值是什么 这条我们看到绝对值 绝对值想我们关心的东西就是 绝对值里面的这块物体 它究竟是大过0,还是小过0呢? 如是者,我们就要开始讨论了 对于这个A加C,B加C,和A加B 分开Case来进行讨论 这次就不需要那么复杂 我们只是关心这三个东西的各自是大过0,还是小过0 那就可以了 那首先看A加C 那A加C呢,我就知道A是大过0,C是小过0 那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讲C的这个数字呢 就是我们不要理正负数先 C的那个数字呢,是比A大的 那,换个另外一个说法 也就是呢,A在正那边 A呢,就不够C减 那在不够减的情况之下 A加C的话呢 结果就会变成一个负数了 OK? 结果是变成一个负数的 然后B加C呢 这个比较容易讨论的 首先B是负数,C是负数 它们两个加起来呢 不用想,都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负数的 然后到A加B了 那A加B我们要讨论的方法呢 基本上就和我们讨论A加C差不多的 A加B我们要看看 A是一个正数 B是一个负数 那,而A的数值 A的数值,比B大 那,就是A足够比B减 那,在旧的情况之下 A加B 那,出来就是一个正数了 OK,我们已经有齐了这三个东西 究竟是正是负数 那,只需要扑下去 这个绝对值里面所需要的东西 那,如果绝对值 一块负数的东西 我们需要在前面放多一个减好 会令它咬正,把它变成正数 那,既然是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来了 首先这个A加C呢 拔掉绝对值之后呢 就会变成 在这里叉一次了 A加C,减 B加C,减 减 A加B 那,我们可以逐个拔掉绝对值 那,这个A加C是负数 那,所以我们需要 有一个减好在前面的 减 括弧 那,把这个A加C直接抄下去 没有改过的 那,然后这个B加C呢 都是负数 那,我们呢 就要再减多一次了 那,外面有一个减 然后我们这个 再要把它减多一次 减 将B加C在这里 那,然后A加B呢 这次不用转了 那,直接 变成A加B 这样的 那,然后这里呢 负负得正嘛 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正号 那,然后我们全部拆开这些括弧呢 我们就会有 减A,减C 加B,加C 减A,减B的 那,turn out的结果呢 我们有 减两个A 那,这个B呢 就没有了 这个C呢 都没有了 那,搞定 负2A就是我们的最终答案了 所以呢 那,我们现在看的 我可以看到